Hello,欢迎收看鲑鱼局的珠宝3D建模教学频道 我们这次的主题是生命之花 生命之花是很常见的饰品元素之一 这次会示范用正列搭配镜像的方式 做出这个生命之花的图形 以及示范快速将它立体化的小技巧 对照参考图的话会看到 生命之花就是用等大的圆以等距的方式排列而成 那在中间交汇的地方呢 会是可以连接成六边形的状态 就像是这样 同时这些六边形也是等大等距的一直排列下去 那因为中间是六边形的关系 所以我们在建圆的时候 一定要让顶点是6的倍数才行 新增基础的圆 因为都是等距的排列 所以尺寸的部分最后再调整就好 0点数改成36 让圆细致一点 再来添加正列修改器 偏移距离的部分 这边可以看到第二个圆重叠了一半进来 所以在相对偏移的距离是0.5 然后正列的数目可以先设多一点 因为这个图形是有很多圆重叠而成 所以先多正列一些 最后再修剪会比较方便 再加上镜像修改器 这个就是第一道正列 再进入编辑模式来看 上面这一排圆呢 它们的圆星是在两个圆周的焦点 所以这排圆的偏移距离就不会是刚好1分之1 而是要以焦点为圆星做新的圆来正列 选到焦点 再按shift加s把游标定位到所选项 然后新增一个圆 那现在这样正列的很奇怪 不用在意 直接按p把它分离出去就可以了 这样第二排圆就定位好了 记得再增加y轴的镜像 接着选第二排圆 一样进入编辑模式做同样的操作 这次的圆星要定位到这边 定位3D游标 新增圆 把圆分离出去 这样就有三排圆了 再检查一下还缺多少 上面还需要再增加一些才行 用一样的做法再增加一排圆看看 然后两侧的形状也还不完整 所以还要再增加正列的数量 这个对照参考图可以看得更清楚 这样侧面就OK了 但是上面还是不够 要再增加一排圆 这样需要的形状就齐全了 接着套用全部的修改器 把所有的圆结合成一个物件 记得一定要合并重叠的顶点 再来把多余的部分删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删掉这样就好 剩下得用对称化就行了 再确认一次有没有重叠的顶点 把游标定位回圆点 再新增一个圆包住所有的圆圈 直接放大道跟最外侧差不多 这样子的话半径就是3 继续偏移出边界的范围 绿色的偏移量比例就差不多了 不用再去修改 再合并一次重叠的顶点 这样生命之花的基本形状就完成了 不过现在图形的线条还不够精细 帮它再做一次细分 直接套用修改器 那现在这个图形的顶点很多 又是N杠 要一个一个见面的话会太花时间 这边示范一个比较快速的方法 这个方法是先新增一个平面 然后先选生命之花 再选平面 进入编辑模式 在平面上用割刀投影割出图案 再把不要的面删掉 这样平面的生命之花就完成了 然后先把它转90度 刚刚的范例和参考图都往了转角度 这边把它修正一下 再来进入编辑模式 稍微挤出一点厚度 把边缘做一点倒角 记得确认一下法线方向 这样模型就完成了 接着是渲染的部分 材质我觉得黄K金比较适合 然后 如果你是要3D列印的话 做到这边就可以了 但是要渲染的话 还是再加一个倒角修改器 出来的效果会比较好 这次的HDRS这张 这次的力量调的比较高 这次是3 打光的部分 我做了一点影子扩散的感觉 大家可以再看附件比较一下 直接来看算会的结果 OK 算会的结果也没问题 这个就是生命之花的做法 大家练习时可以再试着自己增减排练的数量 那我们这次的教学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们影片的话 麻烦帮我们订阅和分享 如果觉得Blender很棒的话 可以订阅BlenderCloud 既支持Blender 也可以得到很多很棒的资源 让自己的功力大增哦 谢谢各位的收看 我们下次教学再见 拜拜